共機擾臺頻率增加 國防部是連續兩天都個別 爭獲了超過三十架次 而且部分的共機航機 更是進入到了我方的東南空域 國防部也公布了 在今天是有一架美軍P-8A 反潛機 沿臺海中線 由北向南航行 而美軍參謀總長 聯席會議的主席被提名人 空軍上將布朗 那參議院聽證會上 也強調會加快對臺軍售 來確保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攻擊擾臺頻率增加 國防部公布十三號 再徵獲三十三架次 其中有二十四架次逾越海峽中線 以及進入西南及東南空域 並有九艘四共艦在臺海周邊活動 不過同時有一架美軍P-8A 反潛機沿著臺海中線 由北向南航行 而或美國總統拜登提名 接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 空軍上將布朗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 強調將加快對臺軍售 確保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臺海局勢持續緊繃 同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剛落幕的北約峰會發布公報 當中以歷來最強硬措詞 直指中國的野心和脅迫性政策 挑戰北約的利益與安全 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更批評中國正在進行顯著的 擴軍行動 威脅臺灣 多次透過公開發言和投書關切臺海情勢 那這次在北約峰會後的記者會 再度的展現 北約秘書長對於臺海安全的關注 深具意義 北約他也會思考說 如果印太發生衝突 那北約在印太如果要采取 自願的協定或扮演某種角色的話 他也沒有什麼樣協調整合的機構 他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可以看到日本、韓國、澳洲 協助烏克蘭的戰爭 那如果印太發生衝突 那北約當然也可能會來援助臺海 學指出日韓、紐澳等四國 已經是連續第二年參與北約峰會 反映出北約加強關注印太地區 並有一聯合盟友深化合作 防範中國試圖影響臺海的和平穩定 傑比宣室 陳昌偉 綜合報導